嗨,大家好,我是无情小美妞,带您两分钟看完奇魂第十八集,时光再次听到厕所响起奇怪的声音,就迅速跑回寝室,随后他捧着小鸡仔和红河,沈一朗一起返回厕所,他冲着声音传来的方向一脚踹去,过了一会儿,从坏了的侧位门里走出鼻子挂踩的月志,时光急忙向他道歉,他不知道那里面有人,听到啪啪敲门还以为闹鬼了,月志气呼呼地说,自己在厕所敷个盘怎么了,等老师从典礼上回来就知道, 让他们开出时光,优势赛颁奖典礼上,夺得冠军的余亮上台领奖,坐在台下的红河看时光一脸郁闷的表情,就说一会带他去看,方絮和桑原的其胜战决赛,这是去年的维甲亚军东湖证券队,向台上的余亮抛出橄榄枝,余亮很惊讶自己还是一个新人,就有人要和自己签约,对方却说他们签的不仅是优势赛的冠军,更是中国围棋的未来,方絮和桑原对战连连失利,时光,红河和沈一朗正在� 没想到大老师突然走进来,时光他们赶紧假装下棋,却被大老师一眼看穿,大老师发现了小鸡仔就问谁养的,时光承认是自己养的,大老师就罚他们三个血检查,还罚时光留在道场打扫卫生,其他人则坐车去坐营道场参加对抗赛,大家下车后,发现坐营道场的墙上,写着龙燕到此一游,一问才知道龙燕是来踢馆的,道馆里的学员挨个都出马了,可没一个能赢得了的,两个道场的对抗赛结束后, 一江湖三人胜七人负,大老师很生气让胜的三人坐车,其他人都跑着回去,沈一朗胜了却主动要求和其他人一起跑,半路白萧萧拉他超近道,两人边走边聊,沈一朗觉得他们俩谈恋爱会让彼此分心,就提出分开一段时间,白萧萧听了难过的跑了,留在道场打扫卫生的时光,发现有人在道场门口的墙上,写下龙燕道此一游,知道他是来踢馆的,就说今天道场的人全去光明顶了,就剩他一个蹲地松了, 如果龙燕不嫌弃就陪他过两招,这局关乎道场荣誉,时光让楚莹和龙燕对战,对战前龙燕拿毛巾擦了擦手,楚莹想不到这么邋遢的人李树还很周全,龙燕说如果时光赢了他就把字擦掉,如果时光输了这字就要保留一年,时光却说如果自己赢了,龙燕不仅把字擦了,还要把道场里外都要打扫干净,龙燕自称在为打网胜率排行第九,排行第二的方絮九段在网上只输过三场,其中一场就是输给了他, 他以为时光听了很害怕,没想到兴奋的时光迫不及待地催他快点下棋,时光按楚莹说的一步步落子,龙燕不禁夸他有两把刷子,时光看自己一直处于下风,就让楚莹赶紧想想办法,楚莹却一点不着急的样子,面对龙燕凌厉的攻势,时光一直使眼色提醒楚莹发力,就在龙燕步不紧逼让时光放弃挣扎时,楚莹让时光落下最后一子说到一见封喉,龙燕看到那不起脸色不惊变了,随后沮丧认输, 楚莹好久没遇到这么厉害的骑手了,他一直引他出招在伺机破招,当时光把这些话说给龙燕听后,龙燕起身就走,时光追出去看到龙燕并没如约擦掉墙上的字,不禁很气恼,楚莹却从下棋中看出龙燕是个有担当的人,正说着龙燕回来了,他去买药水回来擦墙上的字,还让时光给他找一把扫帚来,很快他就把道场打扫得干干净净 时光夸他干活利索,以为他是职业骑手,没想到他说自己是业余的,职业是游七公,当他发现自己围棋下的不错时,已经过了报考定断赛的年龄,他很极度冲断少年,凭什么他下棋下的这么好却不能冲断,而一些冲断少年却在道场虚度年华,他的名字既然不能出现在,职业骑手的名单上,他就想把他留在柱子上, 不过这次和时光对战后龙燕就释然了,原来道场也有这么年轻实力很强的棋手,他不再纠结职业和业余了,只要能下棋就很开心了,他送给时光一把刷子,他曾用他在全国四十多个道场,留下自己的名字,他就像是他的宝剑,今天时光赢了就把他送给他,时光接过刷子说自己会好好保护他的,临走时龙燕问时光学期几年了,时光和楚莹对望一眼,然后同时伸出一根指头,大声说一零零一年, 亲制作不易,记得关注我看下一集哦